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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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读过中文 可以在这里学广东话 可以在这里学华华华 慢慢学 就好像你说 叫我看中文 我也不懂 但我尽量解释些东西 但你现在的广东话说得非常流利 经历了这么多年的练习 你现在有很多语言都懂得 Mandarin Cantonese 英文 新加坡说福建话 潮州话 马拉话 客家话 六七组语言都懂 对 其实在做律师方面 懂得这么多种不同的语言 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长处 可以帮到不同语言的朋友 我来到这里 就去Queen C大学 皇后大学 在Kingston那里读书 在那里毕业之后 就出来做律师 1987年就在这里做律师 在做律师 我们的责任 很多时候 就想和客人解释一些东西 就让我们看 如何和他们省钱 省时间 很多时候 有时他们都问我们 下契下什么名字 我们就要解释给大家听 有些人就说 越简单越好 可以下两个名字 有个客人叫Peter Chan 有提议例子 Peter Chan就说 下两个名字 两个名字都是好的 但是每一次下名字 就要查契 查他们的名字 好像查到的名字 有个人和他的名字一模一样 Peter Chan 是 这个名字很流行 很流行 那我们就要去看看 银行的债务人 欠他们的钱 你的Peter Chan 和我的Peter Chan 是不是一样的人 那很多时候都不是 但是呢 我们要给一些资料的银行 我的Peter Chan 是什么时候几天出生的 你的Peter Chan 是什么时候几天出生的 那是不是那个人 好像银行说不是 就变成了 我们就要和他拿一张信 拿一张信 就要付钱 付钱 到时之后去登记 浪费了个货币 浪费了些时间 浪费了些钱 浪费了些时间 所以我们提议客人 就说 乐契最好下越多名字 越好 那机会有同一样的名字 就少一些 我明白的 就像他的名字 叫Peter Wai Hing Chan 那四个前眼的机会 就很未了 那变成了 就不需要 好像有个人叫Peter Chan 但是他是Wai Hing 那就不同了 那我就不需要去银行 拿一张信 我做一张宣誓纸 你是Peter Wai Hing Chan 你和Peter Chan 不同人的 是不是 是的 那就限了些钱 限了些时间 所以今天来律师给我们的第一个提示 就是如果我们房羽的买卖的时候 下名最好就加上中名字 如果是你这么普通 好像Michelle Zhu 一叫就好像十个站起来 所以加上中名字 就变成了少了机会 跟其他人撞名 也减少了差生的时间 对 减少了货币 还有一件事 也想问一下 就是说到房屋的买卖 有很多个朋友 买完新楼之后 就立即搬进去 就会喜欢装修 是 其实这样好不好 我们提供客人 最好就不要装修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在外面 看进去 我要整个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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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时候 整了之后 譬如一万元 二万元 三万元 搬进去 住住客人不开心 为什么不开心 因为房屋 以前有些不好的事发生 令到他住得不开心 或者他旁边的人 跟他有问题 就是跟他吵架 他又不开心 或者他旁边有些狗 跟他咬他的首歌 他又不开心 那你到时爱卖了 那你那二万元 扔了下去 怎么办 很多时候 就拿不回 为什么拿不回 因为你装修 是你自己喜欢的颜色 你自己喜欢的设备 去装修 譬如你喜欢黑色的云石 别人喜欢白色的云石 那又没有了价值 那我们提供客人 就不要装修了 搬进去先 住了一段时间 那里没有恶事发生 没有人死过 没有人 奇怪的事发生 或者隔壁的云石 可以 下雨天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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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可以 那你大家是满意了 那你慢慢 再装修 再装修 那你会住很多年了 有些客人住了 六个月回来找我 很感谢你 罗律师 我没有装修过 有这样的事发生 有这样的事发生 那我现在就卖了 卖得这么好 那便帮人卖了 这个也是今天 给我们的第二个贴士 那还有时候 就是我们搬进新屋的时候 上了小屋 有时会有一些保安系统 就是已经在用了 一些保安系统 那有些朋友都会问 其实需不需要断了 还是继续用好 就是我们做地产 各样都跟合同的 好似你买屋回来 有个合同的话 你一定要跟这个 monitoring的计划 他们没有办法 一定要跟 那便要付钱 付25元一个月 有些人就 有个系统 但是不需要跟 那我就提议客人 就说省钱省时间 不需要付25元一个月 那你就可以要求 你那个monitoring公司 就说我来改变 我给你一些钱 我不想去monitor 我想给你改变的密码 我便进入我的手提 即是有人进入你的房子 你的房子 就自动打你的手提 就不会打你上台公司 令到你便不需要付月费 那你自己有时发生 你就知道 那我便要回家去看 但很多时候你都不用回家去看 因为你的目的不是去捉人 捉人 你的目的是想去知道 那你的电话帮你说了 知道你有家就打电话来 有时发生 那你便可以打到隔壁 隔壁 隔壁 王先生 我家是否有时发生 是的 有人在帮你搬房子 就是被人打电话 那你立即报警 好像没有事了 你便回家去看 很多时候发生 就是你的东西跌倒下来 你的气球跌倒下来 令到警告 有时发生警告 对 那就没问题了 你便解决了 加上你便省了很多的25元 即每个月就不需要25元 因为它是直接接到你的手机 手机 原来有这样的服务 我想有很多朋友可能都不知道 有些人现在先进到 接到自己的手提 但是iPhone可以看到有个镜头 看到里面的家里有哪个人在 令到你更省多些钱 那其实真的有很多不同的新的系统 现在在市面上出现 所以今天很感谢罗律师 上来给我们一些 这么多地产方面的提示 都是帮我们很多 其实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亦都想找罗律师 关于是地产方面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在一个 即我们在一个 即我们在一个 就是我们在一个 可以看到罗律师的地址 啊电话 可以直接找罗律师的 那今天呢 很多谢罗律师上来 接受我们的访问 很多谢你 OK 多谢大家 多谢大家 谢谢